一人大元平时工作忙碌 但依旧会与粉丝们分享一些生活趣事 日前他就在IG线动透露 十几年前穿的耳骨洞 近日竟突然复活了 男友谷谷还以为大元是为了学他打耳洞 而突然跑去穿洞 还是要骂他是神经病 让大元瞬间哭笑不得 随后他解释早在两人相识之前 他就已经有穿耳洞了 在年轻的时候甚至打过十一个耳洞 孩子暴无存穿过舌环 但是因为被妈妈怒骂 所以不到一天就拔掉了 此外大元也坦言年轻的时候 一度刺青刺上瘾 在身上刺了不少图案 不过后来因为要拍戏的关系 加上长大之后就不喜欢了 所以就把刺青全都除掉 同时他也提醒网友们 刺青要三四而后行 因为除去刺青 比当下在做刺青的时候 还要痛上好几倍 所以大家要考虑清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